各位邻居们大家好 我跟你们说 咱们物业今天有一个新举作 就是在我们这个物业门口 留了一个临时的停车位 为啥呢 就是要方便咱们广大业主 来我们物业办事的时候 好临时停一个车 这个消息今天刚公布出去 黄小黄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赵刚子 你给我留一个位置 那个车位是我的 我一会儿要风驰电车地开车去找你 我说啥事 他说有大事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要不给我留这个停车位 他就关系到我个人的形象 以及隐私 还有第二 就是关系到咱们物业的安全 以及你个人的安危 第三 就是关系到我的人生 能够挺多久 这还不是最吓人的 最吓人的是 他最后来了一句 否则 嘟嘟嘟 他就挂电话了 你就多吓人 否则 他把电话挂了 你万一他否则了 你咋整 我跟你说这个停车位得给他留下 哈哈哈哈哈哈 这什么玩意 你惊一炸 给我自己也吓一跳 干啥 我想问你 你干啥呢 我给黄小黄留这个停车位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爱情道路就像你的事业一样 一个坎接一个坎的 赵经理 你一定得帮我 你知道 这么多年秘密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今天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助他 你知道吧 直到咱有车位 让我帮他站一个 你说 我俩是关心 是不是 今天你得帮我 把这个车位让给秘密 好不好 小脸啊 我跟你说实在话 我也是一个过来人 你这此时此刻这个情感 我是能理解的 我知道你死在秘密 但是这个车位呢 得给人家黄小黄留下 凭什么 我跟你说 你听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 刚才黄小黄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一会儿找我来 有大事跟我说 他说了 要不给他留这个停车位的话 这个事就能出路 他说 第一 他影响我的形象 以及隐私 第二 就是关系到设计 以及我个人的安全 第三 关键 他说了 关系到我的人生 能够挺多久 而且他还说了 否则 他就嘟嘟嘟嘟嘟 他就挂 你说否则 他万一否则了 还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会了呢呀 对呀 所以这车位 得给他留下 你说呢 啥也别说了 这个车位 就留给黄小黄了 赵正丁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一张脸 大一味琴的事还是能干得出来的 你知道吧 啊 哎呀 好样的 我跟你说 好 你今天你可让我对你刮目向另眼看啊 什么玩意儿 我跟你说 今天你这个脸你一点都不小 你非常大 哎 啥意思 而且你这脸上现在冒油 油底 自带油彩 好样的 啥意思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啊 但你啊 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对吧 做好事 好好发展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是 就你这么干下去 在不远的将来 你就能当上副经理 哎呀 说这个话 我心这个酸呢 你想想你 我当副经理了 咋的你退休了啊 还有这么多年的 我就不能升一级 哎呀忘了 我就一直干这副经理 忘了还有正经理 我就不能当个正经理 你就当正经理 就你这话 就你当正经理 哎经理啊 我要当正经理 不是 那个 我田经理 什么纸质 嗯 好的 我马上去 好嘞好嘞好嘞 行 你放心吧 马上到 哎 我去了啊 哎对了 那个 这个车位是谁的 黄小黄 哎呦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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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小脸 这里 你干什么呀 你一心一炸的 尊敬的业主 黄小黄女士 请您验收你的车位 哎呀 训练挺有素啊 受谁指使啊 照副经理 哎呀 照副经理行 挺办事啊 挺办事 啥事我都知道了 刚才跟我说了 啥事 说你有重要的事啊 就是什么 哎呀 什么 你什么隐私 什么什么隐私啊 什么反正安全 设置安全 她的安全 总之这么说吧 就是你呀 后半生 要是没有这个牌位的话 基本就活不了了 哈哈 哈哈 我后半生有这个牌位 我才活不了呢 哈哈 哦 车位 哈哈 但是 就是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你需要这个车位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吧 哈哈 你还说啥呀 啊 哈哈 到他玩呢 哈哈 你说 我中高总我不说严重点 他能给我留车位吗 他的驴皮记上来 什么人说话他听 哎不是 不是我没明白 哎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就是我我我倒的隐私 我没有的事 哈哈 哈哈 你的意思 我逗他玩呢 哈哈 那你的意思 就是假的 哈哈 那明白你的意思了 啥意思 在这扯犊子呢 是不是啊 哈哈 那怎么能叫扯犊子呢 那叫啥呀 套路 漂亮 哈哈 完美 哈哈 哈哈 哎 黄小黄女士啊 你看见前面那个路了吗 看见了 哎 一直走 哎 一直走 对别回头一直走 怎么 哎 简直走 然后又转就到你家了 赶紧回去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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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小脸你啥意思啊 哼 没啥意思 我告诉你 这个车位不是你的了 现在 这个车位是我的了 是你的了 对的 那是赵刚子让你给我站的 错了 现在我余小脸 是为正义而站 哈哈 行 行 那你告诉我 正义是谁 你正常点 行不行 好不好 谁不正常啊 正常 喂 秘密啊 我在车里站呢 你来吧 这个车位我给你站定了 好了 完美 行啊 秘密啊 行啊 我不能站这个车位 你能给秘密站是不是 对呀 人家有正经事 你没有正经事啊 哈哈 行 秘密啊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跟赵刚子啥关系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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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个摆造型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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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 就是 物业与业主的关系 哈 哈哈 不对 那啥关系啊 说不清的关系 哈哈 哈哈 我告诉你 余晓亮 你这车位 今天要是不给我 那一会儿赵刚子来了 我告诉你 谁叫我啊 赵刚子 哎 包小黄 你来了 刚子哥 你可来了 余晓亮他 啊 余晓亮他 哎呦我的妈呀 啊 余晓亮他 哈哈哈哈 啊 啊 哈哈 哈哈 余晓亮啊 你对他做了啥 哈哈 我对他做了啥 我忘了呢 啊 哈哈 咋的了他啊 啊 我想起来了 我我我我我我 我对他做什么了 我告诉你 我对他做了正义的事情 哈哈 骗人 谁骗人 他骗人 他要把你留给我的车位给秘密 是吗 对啊 啊 你看 小脸 你怎么能这样呢 啊 我刚才走的时候你怎么答应过的 是不是把这个车位留给人家黄小黄呢 对啊 你怎么能留给秘密呢 啊 你还跟我说你大义灭秦 你灭了谁了你 你把你灭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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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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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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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너무 枸杰 狗 많 啊 哈哈哈 我闺蜜一会儿来 带我去买衣服 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事 什么你闺蜜来干什么玩意 啥事 你闺蜜来干啥呀 我闺蜜来 车没给她留的吗 一会儿她陪我买衣服去呀 不对 你不是跟我说 这车是给你留的吗 你不是有大事吗 关乎你的形象 买衣服不就是形象问题吗 那还有隐私呢 外面的衣服是形象 里面衣服不是隐私吗 那也不对呀 还关于咱们社区的安全 那我买完衣服 我一高兴 是不是得喝点小酒 那酒一喝多了 我们小区安全还能有吗 不是那还关于我喝人的安全呢 我每次喝完酒都多谁 我呀 对呀 那不最关键的 还有一句话吗 最关键的 就是说关乎到 你的人生还能挺多久 那你都不让我停车 那我就去买不了衣服 买不了衣服 我就喝不了酒 喝不了酒 我就倾诉不了 不能倾诉 我的人生还能挺多久 他还用否则呢 否则 否则 否则我就把车停外面去啦 背腿 停外不去 停外不去 马上停外不去 告诉你皇上 我停外不去 小脸你劝劝他呗 小脸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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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这说的都是事实 来来来 这样停 停我的 赵刚刚子 看我啊 哎 你说我来得及不及时 你说我我我我来了 就把他这个套路给识破了 对对对 要不然你说你得犯多大错 是是是 这是 谢谢 赵刚刚子 喊到啊 赵刚刚子 你到 这个事儿聪明错 这个这个事儿 办的对不对 不对 我聪明不聪明 你聪明 你傻不傻 我傻 来吧 那就面向我啊 刚才冤枉我了 是不是 正确的说出那三个字 哪桑子 对不起 没关系 我说我啊 跟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小脸啊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谢谢你 对不起 好兄弟没事 我告诉你 杨黄杨黄 这个车位没你的份 天天没 你怎么出尔反尔呢 你怎么还说下话 套我呢 你们 根本就不懂 我 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 我的世界 你懂吗 你有什么 你有爱 有家 有温暖 可我呢 你这只空虚 寂寞 和冷 赵经理 他在跟你说他冷 他冷 他冷 我有啥那么呢 冷 你真真 往返往 我告诉你啊 你俩你别太欺负人了 我告诉你 我不能停 别人也不能停 那那 那凭什么你给秘密战呢 秘密也不能停 秘密是一生有性的 我跟你说人家黄雅黄说的有道理 你凭啥给秘密留了 赵副经理你听我解释啊 你秘密说了 有重要的事需要这个车位 你怎么知道他有重要的事 你玩套路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没玩套路呢 你看你不讲理了 秘密有啥重要的事啊 跟你说了吗 余小脸啊 余小脸啊 来了 小脸啊 哎 我留那车位留好了没 小狗整那些正常男女干的事 不是 小狗整那些不正常男女干 你别说了 那个赵副经理都在这呢 车位也在这呢 我告诉你啊 秘密再说好 如果你要是真有需要 用这个车位 我给你 但是 你要是玩套路 今天我就告诉你 我余小脸不干 大姨秘琴了 小脸啊 你有病吗 赵副经理 他受啥刺激了 他今天有点回光反正 哎 秘密啊 你要这个车位 到底干啥呀 车位 赵副经理是这么回事 我最近呢 不是在业主局里 号召大家 给贫困山区孩子捐书吗 大家太热情 书太多了 我呢 找辆车 帮我拉一下 这样赵副经理 如果哈 咱物业觉得 我车停这不方便 我就不停了 回来 回来 再往前走一步 这个车位 就是给你留的 必须给你留的 不是张不清 给你 是吗 对不起啊 来 你过来 黄晓华 说你呢 我跟你说黄晓华 我跟你说你呢 你看看人家秘密 你再看看你 你们两位同事咱们社区 大龄单身女青年 你就别跟着臭美了 秘密啊 好样的 真的向你学习 黄晓华 你看看人家 人家陷爱心 对吧 如火如荼 你呢 孤独寂寞 还冷 学习 哦 秘密 小黄 跟你比起来 我可惭愧了 那个 哎你缺人手吗 要不我帮你 我能搬书 我家也有书 好好 人越多越好啊 有 有 立大了 出来了 哎 大把手啊 哎呦 来了来了 张婶他们来了 对对对 咱们去接一下吧 去搬书吧 来了来了 我们来了 我在这给你们看车位啊